因為輝達在這個美國時間 6月10號的時候 他進行了這個 一拆時的股票分割 那他在股票拆分之後 從這個原本大概是收盤價1200 然後拆分之後是120左右的水平 那之後這個拆分完以後 開盤是有大概小跌了一下 但是最後又是逐步的走高 那甚至有這個華爾街分析師預期說 他拆分之後還會再漲15% 真的有這麼神嗎 那取決於他的客戶 下給他的單多不多 怎麼說呢 我們比人來做舉例 輝達在整個二五年猜測的第一季 可以觀察到 在整個資料中心的運算 已經是最重要的營收來源了 在2021年以前 他的營收來源基本都來自於遊戲產業 這說明資料中心 已經是輝達最大的營收來源 那這一些我們看到的CSP 大部分的試占率 跟輝達下單的都是哪些廠商呢 像是我們看到的 微軟 Amazon Google 和Meta 說明什麼事情 你要讓輝達的營收下滑 他的客戶就要停止向他下單 大家每個人都一定要換一支AI PC 一定要換一支AI手機 跟2021年那種後疫情時代的換機槽不太一樣 就是這種東西大家是可有可無的 可是就好像在4G 5G正式使用之前 總要有基礎建設的設立 比如說呢 像當年我們用3G手機的時候 4G吃費那麼貴 誰要用 但是4G基礎建設建置完畢之後 大家用4G就習慣了 那一樣現在進入到5G時代嘛 那現在我們看到的 剛才提到的微軟和臉書 它基本上都是在打造 打造AI訓練用的伺服器 目前還在基礎建設端 那我們可以具體看 這一些公司它的資本支出有沒有 因此而下滑呢 我們看微軟的營收年增率 從2022年當時的低點 接近來到2%左右 現在已經上行到17% 營收正在快速的飛增 那另外我們看到像是Meta的部分 曾經在當時2022年推出元宇宙計畫 的確營收進入到年減 來到-4% 可是呢 來到2024年 現在年增是多少 27% 所以它是以非常驚人的速度 快速的暴升 那最後導致的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公司在今年的資本支出 都沒有下調 反而持續上調 那這些資本支出 它要做什麼 要做AI基礎建設 要購買大量的AI訓練用的伺服器 所以呢 如果我們對於回答而言 股價大漲了 它的客戶根本沒下單 當然是泡沫 但問題是 這些客戶都在下單當中 所以我們相信 回答的股價在資本支出 這些廠商沒有改變的情況底下 應該還有持續創高的空間 你剛剛說從這個業績 還有整個獲利表現來看 那拆分之後到底還可不可以買 拆分之後當然是可以的 但剛才也提到 因為市值到達一定體量之後 它沒辦法用過去那種 翻倍式成長來做拉抬 但是呢 由於它已經是全球的 前幾大市值的全值股了 它代表著 它好 整個美股就會上去 我們舉例來說 根據標普百指數 在每個季度的EPS表現 在今年一季度 美股大概是賺了 應該整個標普百指數 是賺了大概56塊左右 那二三四季度 就會持續的上行 說明什麼事情呢 因為我們知道 它們的資本支出沒有停下來 AI帶動整個生產力 上行循環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那我們過去講過嘛 股價它可以反映鮑爾說的話 它可以反映短期市場的情緒 它可以討論Computex 到底討論哪些股票 但它最終只反映一件事情 獲利到底會不會變好而已 應該要看的是什麼 是PEG指標 也就是本益比 相對於獲利年增率的拉抬 揮打本益比 你看之前還沒拆分的時候 前一年可能只賺八九塊 所以換算當時的股價 本益比來看的話 可能50倍60倍 可是隔一年它的EPS 就已經來到22塊了 那本益比瞬間就掉回20倍了 它的獲利成長速度過快 會導致它的本益比本來就過高 所以從PEG指標 我們就可以更清楚地衡量 它的基期是高還是低 現在來看 輝達幾乎是七大科技股當中 PEG基起來的位階最低的 只有0.4倍 反而特斯拉有3.3倍 蘋果有4倍 那是什麼原因呢 明明蘋果的本益比 就來得更低啊 原因很簡單 因為蘋果的獲利年增速度太慢了 它會受限於手機市場的飽和 受到一定的牽制 所以輝達股價 還是所有股票裡面 目前來看最有競爭力 如果按照目前的動能來做推斷的 但是也不代表其他股票 表現就不是特別好 為什麼呢 輝達現在畢竟 已經是全球市值 算是第一或者第二的企業了 那它也代表著一件事情 當時它的市值 從本來的5000億 來到1兆 來到2兆 來到3兆 市場並沒有那麼多的貨幣水位 讓它把資金給吸走 什麼意思呢 如果每年輝達都翻一倍 現在市值3兆 明年就要變6兆 哪來多出來的3兆 資金流入到它的股票當中 你是說還要有一些資金水位的推動 是嗎 因為我們不得不承認 在我們錄影時間當下 聯準會還沒降息 市場的貨幣體量是有限的 它不可能每年都以翻倍的速度來增長 所以我們也必須承認 輝達股價漲到這樣的一個位置 它也不太可能像過去兩年瘋狂地飆漲了 為什麼 它變成全職股了 可貝再幫我們細講一下 它股票拆分 它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通常哪 就是公司可能出現什麼樣的情況的時候 會進行股票拆分 股價太貴 散戶買不起 開始抱怨的時候 他們要重視股東權益 所以呢 這個時候就會進行拆分 那另外一種角度 拆分它本來就可以增加市場的流動性 輝達並不是第一次拆分 它其實在過去幾年就曾經拆分過 像是07年當時拆分完之後 未來12個月股價直接跌了7成 未來24個月股價跌了5成3 06年當時拆分一樣 未來24個月跌了6% 2001年拆分 結果股價未來12個月跌了7成2 未來兩年跌了4成9 當時2000年拆分 一拆二一樣 未來24個月跌了5成2 所以你會發現 輝達通常有什麼時候股價拆分 股市大漲景氣大好的時候選擇拆分 那如果你選擇在景氣高位階選擇拆分 那當然未來景氣不好的時候 股價就容易受到顯著衝擊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是一種回撤的方式 但是真正去識別 到底輝達股價會不會因為拆分 而有顯著變動的 我們必須從基本面來做思考 這是第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也要仔細想想 當市場的籌碼相對凌亂 而並非集中以後 那通常股價的拉動就沒有這麼明顯了 這也很好理解嘛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對沖基金對於輝達並沒有特殊的偏好 甚至像是ARPK的CASYWOOD 它是一路不斷地出金輝達的股票 結果呢 籌碼集中度相當集中之後 股價就有拉伸 所以輝達大堆籌碼的問題 它對於輝達股價只是一個短期因素 真正我們應該要聚焦的是 那輝達未來幾個季度的猜測 基本面會不會持續地保持下去 如果持續地好轉 持續地上行 那這代表著股價本來就有上行推動的空間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